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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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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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林 快 快来救命啊 老林 快 快来救命啊 林南依 林南依 权都快开学了 作为一点都没动 太夸张了吧 这可不愿我 我们俩说好分工的 我负责理科 他负责文科 谁想到他一个字都没动 没动了 你选择题全选谁 一看就知道是猛人 那也不完全怪我好吧 你的职场还能去查百度查资料 我这 对我太不公平了 对了 老脸 米娅姐呢 今天没看到她 梅兰 她说她男朋友好不容易休假一天 说要留在家里打一天的跨国电话 就那个什么 跨国集团公司总裁 肯德基 是吧 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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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错了吧 老脸 这周六你去大山干吗 把米娅姐进货 不 这你也打听 你怎么这么八卦 这叫什么八卦 我要一个大八卦 什么八卦 什么八卦 咱们班呢 要转来一只白天鹅 大城市来的 老脸 期不期待 好不好期 你的春心 荡不荡漾 这转来一只鹅 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相信你不好奇 区区一个转学生而已 年年都有 有什么稀奇的 非要回去吗 转学手续都给你办好了 好了 我的工作也签过去了 你说呢 童夕啊 你别不听话啊 我提前两天过去安排一下 你抓紧时间收拾好东西 赶紧过来 你再劝劝阿姨 至少多到下周再会 别错过和学长的重要时刻啊 还有清和大神的签授会 学长 新区要举办一个界面会 我最喜欢的漫画家 清和也会去参加的 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很火的那个新锐漫画家吗 对 就是他 他这是第一次露面 我想学长你这么有品味的人 一定会很喜欢的 那好 我也去学习一下 妈 我往益州回去行不行 我还有点事 不行 你真是够奇怪的啊 当初你不是挺喜欢西海的吗 我带你来大城的时候 你不也哭了两天两夜吗 姐妹们 再见吧 姐妹们 再见吧 我是真的要回老家去了 我又不是因为搬家才快 我又不是因为搬家才快 我不是因为搬家才快 希望回去之后不要这么倒霉 遇到这个讨厌鬼 林难易 大神 虽然我要回老家去了 但是你放心 您的发布会 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 和卫泽学长一起去见你 爱美漫客将与本周六 在新区举行发布会 旗下众多漫画大咖到场助阵 国内精锐漫画家清禾 将首次露面举行牵手 这也是清禾大神 首次与漫画粉丝线下见面 后续具体信息 还请持续关注本台 姐妹们 真的很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可是 还是要离开了 同学 走了 嗯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我的计划是 这两天表现好一点 麻痹我骂了神经 然后 先授钱 煞灰大城 开学前再赶回来 两不短五万位 我这儿就去买票了 真巧 这是最后一张 要去机场的车票了 谢谢 问一下 去机场人很多吗 快开学了吧 二十八号的票就两张了 另一张刚被那个姑娘买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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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不用 这儿我比较熟 到时候我坐大巴车过去就好了 好 机票安排的是头等舱 头等舱 真是破费了 大神 大臣见哦 回来以后啊 第一 学习不能落下 第二 芭蕾给我跳 这边的芭蕾老师我都经给你找好了 还和原来一样 周一周末上课 听到了没有 都回来了 还要上芭蕾课 你说什么 没事 妈 你新工作是不是都安排好了呀 对呀 去厂让我明天早上八点报到 那新工作第一天 是不是应该早点去安排了 那么早去干吗 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你想什么呢 我的妈呀 你不早点出门 我怎么赶车啊 回来好几天了 家里还不收拾 跟猪窝似的 走 老包 好久不见 我长胖了 我哪里胖了 还长高了 是吗 你高 你高 你们搬回西海柱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上 刚到 我想等安定以后 再让童童去看你的 童童 那你跟爸爸聊吧 我先上去 小黑 这花我后院刚采的 童童你拿上来吧 爸 你怎么知道 我们回西海的 我妈都不让我告诉你 我是听剧场的朋友跟我说的 童童 你们能创回西海生活 爸是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西海这么多年 都没怎么变 爸 你呢 最近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 在努力写点东西 还在写啊 爸 我明天有个大计划的事情 是不是 是吗 不要 回大臣和蔚泽学长去金河大臣见面会 计划开始 7点20准时起床洗漱 7点40前从家出发 7点50打车去西海车站 8点前到达西海车站 坐上我早就买好票 搭吧 去机场 9点到达机场安检 下午顺利到达 一切如此完美 喂 燕华 把大臣的管理章程 马上给我发过来 我的天 谁能想到 我妈第一天去西海局场上班 就这么磨叽 王经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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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这里的观众的观念啊 和这个习惯 和大臣的不太一样 原本因为这个习惯 和大臣的不太一样 不客气 不客气 应该的啊 好 去 妈妈 给大臣一趟 很快就回来 物念 虽然全部家的只够经纪葯 但姐妹们 清河大神 魏泽学长 等我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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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来不及了 师傅 你干吗 师傅 师傅 你干吗 师傅 师傅 你们 你这个头脚仔 你这个头脚仔 今天真是倒了没了 出门与小人了 不 她连小人都算不上 忘了她 这 这 倒霉 太倒霉了 不要再让我遇到她 我给你扎爆她车胎 看你强声 我 站住 希望回去之后不要这么倒霉 遇到这个讨厌鬼 林男一 哎 头脚把我打得比起来啦 连我都打不过 你们是不是男的呀 告诉你们啊 林男一是解造的 以后 你们谁都别要欺负她 就算我们欺负她 又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事 全巷子的人都知道 她是我未婚夫 我将来要娶她的 跑什么呀 你也喜欢看这个清禾啊 怎么 去大城几年 不认识我这个未婚夫了 谁要你做未婚夫啊 你说什么 去机场的车 开始剪片了 你也去机场 你也是啊 对啊 小心 你回来多久了 刚回来 刚回来就要走啊 对 我本来要去大城的 这么巧 我也要去大城 是啊 是挺巧的 这么一碰见 咱俩谁都没走成 喂 学长 对不起啊 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可能去不了了 那太可惜了 多难得的机会啊 实在抱歉啊 我没事儿学长 我吧 就是有时候担心 担心开学以后见不到你 还有艺术团的新同学们 有点难过 见不到也没办法呀 实在不行 再找时间吧 那学长 我还能再约你吗 不行 恐怕不太行 我这个腿 怎么可以得我休息两天 等我好了 我就联系你 那学长再见啦 拜拜 你故意的 老林 我的兄弟 你在哪儿啊 骨科 见你朋友来了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咱们这也算 老友相逢吧 为什么你见到我 这么不开心啊 我问你 你见到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吗 尴尬 尴尬什么 那你自己拿吧 来 东西 我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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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被吓鼓了吧 我问你 你见到我就一脸不觉得尴尬吗 尴尬什么 他怎么能不尴尬呢 现在好了 大臣回不去了 魏泽学长也爽约了 年轻的大臣都见不到了 林楠一 这一切都拜你所赐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让不让别人吃啊 怎么都是菜包子啊 我想吃肉 一个跳舞的成天就想吃肉 明天是第一堂芭蕾课 大学后乖乖给我去上课 我再说一点 回来以后就踏踏实实地 给我读书练舞 这是烦了你的 还想跑回大城去 刚回来心就飞了 是不是你爸怂恿你的 我爸就是友情赞助而已 关他什么事 什么友情赞助 他这就是怂恿你犯罪 对了 妈 咱们现在还有几所高中啊 两三所 那你吃饭就好了 那不是那么巧吧 你又想琢磨什么呢 把脚放下去 你做你做像吃没吃像 像不像一点女孩样子 就穿这条裤子去上学啊 你没发校服穿什么都可以吧 你穿大城那套裙 妈 拉我一下呗 喂 有没有穿个电啊 没有 那你去包眉吧 不行 我们很熟吗 林男一你行啊 小时候那么乖 现在找纳辰不良少年了是吧 你居然还打架 打架就算 你居然给我打书挂彩 不是我 你看 猫 我一个你你说话的名字叫 他怎么 他刚才在书上 在缠着脚啊 我就叫他 他也不令气 那年的种下 海天满满 烟海又多何想 你用话不说完 我和你的过往 花笔却未停下 一笔笔一花花过了初生下 一天天一年年的爱情萌芽 你说最爱的 还是大家去丑我艺人看看吧 如果正常有的话 一笔笔一花一朵云海燕险情萌 得嘞 喂 不用谢 我都出来的 我去上学了 下手可珍重啊 我们在书上的冰塑 这一笔的 最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